水月寺提倡不杀身的慈悲精神 也邀请大众能够多吃素食 水月寺放生素食活动 主要是为了掌养众生的慈悲心 并能够让民众接触佛教 一起学佛共成佛道 我们做这个放生素食的活动 是每周一到每周五 为什么叫放生素食呢 这个是体现佛陀的慈悲心 再来这个慈悲心 我们除了不杀身以外 很多人鼓励放生 那由于放生呢 这个需要有一个很专门的技术性 现在呢 我们不从事这一种放生 我们就将这个放生的钱 来作为素食发放 那鼓励大家呢 多吃素 吃素呢 就是等于直接的不杀身 就是直接的放生 这是一个我们慈悲心 这个放生的转换 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呢 做到这个光寡孤独呢 皆有所养 由于近来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 跟以前的结构已经不同 很多呢 儿女呢 跟父母现在都不住在一起 那老人家呢 在家里面 这个吃呢 大部分人都成了问题 所以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呢 有很多低收入的呢 还是一些街友 那只要他们能够呢 接受这个素食 那我们呢 有这个到家的服务 我们呢 发放给他们 那第三个呢 我们做这个目的呢 最主要是大声呢 方便到 那希望呢 接引众生 这个去恶 断恶 然后呢 掌养这个慈悲心 种这个善根 那希望呢 以来呢 体验我们 佛得的慈悲心 以来与我们呢 一起学佛 共成佛道 发放素食 鼓励民众吃素 从吃素中 直接体现 放生精神 十方新闻 胡佳轩 曾千俊 高雄采访报导